观看新台币积极涨 创下9年新高 就知道台商回流 真的不是政府在吹牛 台政部去年上路的境外资金 汇回专法截至9月30号 刚满一年没多久 汇回已经突破2000亿元大关 行政院长苏贞昌说 今年是投资台湾爆发年 透过租税优惠 奖励资金回台投资 实施资金一年多以来 实际汇回的资金 已经超过2100亿 比我们预期的目标1300亿 还多出了近800亿 为台湾经济注入了活水 专法引导资金回台实质投资 有助活络经济 已经有616亿元投入产业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从资金来源来看 盈利事业七成来自海外的OBU账户 个人汇回的部分 多数却从香港为主 占了82%最多 新加坡则是17% 凸显港版国安法 加剧香港社会动荡 官员指出台商已经明显在做资金调度配置 希望我们的台商能够利用这一年的时间 赶快做组织的调整跟因应 我们还希望能够在明年的8月14号到期之前 我们台商还可以赶快做相关的调整跟布局 戒期之前要不要再做相关的评估 有没有延期的打算 所以我想我们财政部跟经济部 还有金管会以及中央银行 我们都会密切的关注整个国际形势的变化 财政部预估海外资金会回到明年有望突破到4000亿 根据联合国2020年世界投资报告 全球海外直接投资下坎私沉 但投资台湾三大方案 金额已经突破1.1兆元 今年1到7月海外直接投资也超过1320亿新台币 显然不光国人回流 外商投资意愿都很高 新台电视沈文彤综合报道